近日台军恢复征兵制与疫期延长的话题备受关注 这两天台防务部门高层接连到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坦言 正言理在不修改条例的情况下延长兵役 但蔡英文办公室和台行政管理机构都强调要审慎评估方案 俄乌冲突发生后 民想当局不断鼓噪两岸形势紧张 要提升所谓自我防卫能力 这使得舆论纷纷关注兵役延长问题 台防务部门也着手延拟相关方案 目前还在延拟的阶段 在延拟阶段 那今年会不会 今年会不会有效 今年一定会有结果 邱国正还表示 希望在不修改条例的情况下延长兵役 即将现行的四个月兵役延长至一年 但蔡英文办公室随后发出声明 强调台防务部门要就各方意见进行评估 目前尚未有定案 台行政管理机构今天也在记者会上表示 服役延长要审慎评估 有评论指出 兵役延长如果确定 无疑会对年底选战投下震撼弹 尤其是民进党一直努力争取的年轻选票 会受到冲击 这才导致民进党一方面高喊所谓 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一方面对兵役问题遮遮掩掩掩 24日上午台防务部门高层再次赴台立法机构 态度立刻变得保守 你服过兵役没有 你觉得要延长还是要 你个人觉得 台湾中国时报分析 民进党当局强打所谓抗中宝牌 鼓吹所谓全民皆兵 以至出现倡议恢复征兵或是延长四个月军事训练议期的声浪 事实上 兵役制度在台湾是个政治问题 蓝绿都一样 没有人会和年轻选票过不去 驻台记者乌泽拓 台北综合报道 延长兵役期就能提高战力吗 民进党当局反反复复的态度背后 有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相关的话题请张涛带我们了解 郑涛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台湾疯传媒 他就通过一篇报道指出说 说台湾兵役制度是几经更迭 屡遭外界制议为无效战力 如今一年义务役 停政已经有数年 想要迅速恢复到位 几乎啊 这个几率是微乎其微 台湾东森电视台对南大学生进行街访 大部分都感到说当兵是在浪费时间 有人就表示说 说一直在控制体重 这样到时候就可以不用当兵了 不要 还有人说呢 不要打仗就好了 一期再长也没有意义 还有岛内的网友就直接说 说改来改去吃饱太咸 这是变来变去的搞死台湾百姓啊 香港中平网也发表分析文章指出说 若真的延长一期 势必冲击年轻民众的生涯规划 会不会连带影响年底的选情呢 面临年底选举 蔡英文也不敢大意啊 台湾联合报也发表文章指出说 说兵役延长与否 何时公布 涉及精细的政治算计 不是单纯的军事议题 而是政治问题 对于